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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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戳別字 我現在用一個加班完要回去的時間 跟你們聊奇門遁甲 你知道什麼是奇門遁甲嗎 如果接下來我繼續跟你們聊奇門遁甲 你可能會覺得很無聊 所以我用兩個故事來告訴你 奇門遁甲是什麼 第一則故事呢 跟我現在的場景很像 就是在一個加班到很晚的辦公室裡面 叫做 四樓亡魂的電梯鬼故事 故事的主角叫做小胖 他是一間金融公司的高階主管 然後他們那間公司呢 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把台北市某一條大馬路旁邊的 一棟大樓 商業大樓的一層樓租下來 當成他們的分公司 我不能夠直接點出那間公司的名字 那是因為一點出來 你們一定知道是哪裡 這影響可大 所以啊 我要必須保密 後來小胖他 帶領他的團隊到那間公司之後呢 座落下來 在那邊開始要繼續做 公司內部的一些整頓處理 大家都非常看好他們小胖的這個部門 因為他們在之前的這個部門 業績向來都很好 但是卻到了這間新公司之後 不知道是怎麼樣的水土不服 竟然業績直直落下 就算了 還流傳出一個靈異股市 他們的公司傳說啊 每到了半夜像現在這樣子 加班到很晚 辦公室都沒有人的時候呢 他們坐電梯 從高樓層慢慢的往下坐 不論坐到哪裡啊 到了四樓 電梯一定會打開 看出去是別樓層黑鴨鴨一片 都沒有人 但有的時候 打開電梯會看到有人走進來 是個男的 穿的是一個一整身西裝 看起來是別間公司的業務 或者是一些類似企劃員之類等等 進到電梯裡呢 他低頭不已 也不講話也不幹嘛 可能加班很累吧 後來到了一樓之後 這才發現 那個男的不見了 但他總覺得 那不過就是不想加班 他們所捏造出來的都市傳說 好我們繼續 其實我剛好嚇一跳 因為電梯鍵就真的在4樓開了 說鬼故事 還怕鬼錯別自你這個小孬孬 後來呢小胖他這樣子 坐坐坐坐到之後呢 有一天他跟我一樣 加班到現在這麼晚 從樓上坐到4樓的時候 電梯還真的打開了 打開時他往外看沒有人 他就這樣閉著眼睛休息 等到電梯門關起來那一刻 他覺得這個電梯多了一個人 他環顧四周 應該說不用環顧 因為他很清楚知道這個電梯裡面 就這麼小 有沒有人他自己最清楚 但卻很明顯能知道說 電梯裡面真的有多一個人的感覺 這時候他再開始看 最後從鏡子這邊 反射造出了一個男的 站在小胖的旁邊 小胖這下傻了 他很想知道那個是誰 但他不敢轉頭 他只能不斷的偷偷去瞄鏡子 但又很怕那個人長的樣子 長的樣子會嚇到他 但你不看 你又不知道那個人會對你怎樣 就這樣子 電梯從4樓坐到1樓 也不過幾層樓的時間 像我現在講幾句話 已經到了3樓 小胖覺得度日如年 他覺得他自己的心臟都快跳出來了 電梯慢慢的慢慢的 好不容易終於到了1樓 小胖整個人往前站 就是想要馬上跑出這個電梯 結果呢 他以為走出電梯之後 他逃離了 其實不是 是另外一個噩夢的開始 小胖離開之後呢 回到家裡 當天晚上他就發燒了 後來呢 他只能在家裡面好好休息 但是在休息的期間呢 他請假這幾天 他卻又覺得 家裡多了一個人的存在 所以他在洗澡的時候 他就覺得 在這個煙霧泥漫的浴室裡 有一道黑影出現 又有時候他可能睡醒要去吃藥 他走到廚房開了燈 在燈閃開的那一剎那前 他有看到一個黑影閃過 很明顯現在有個男鬼 跟他同居於一個臥室 但那時候的小胖已經有女友了 感情世界裡面3個人真的太急了 但小胖又不敢開口跟他女友說 他自己跟一個男鬼同居 這樣子的尷尬 一直到小胖的狀況好轉之後呢 才跑去廟裡燒香拜拜 也在這個時候 他回公司裡面去詢問 才問那個一樓的保全大哥 才知道說 原來在幾年前 他們那一層樓 有人因為跟長官發生爭執 一躍而下 而那個人 就是坐在小胖那一組的座位上面 後來他們那間公司 還是有找法師處理 但怎麼樣的處理 都沒有辦法把這個事情 給圓滿的結束 輾轉之下 小胖才找到了 奇門遁甲師黃濤 但是第一時間呢 公司也是不太想 讓小胖把整件事情講出去 所以他只是提到業績不好 希望請風水師來調整一下他們的座位 但是奇門遁甲師黃濤到了現場之後 他看了看覺得不對 你們的座位並沒有糟糕到如此狂疊不止 所以他就看了一下之後才有點出說 你們應該還存在別的原因 是不是有什麼沒有跟我講 我一開始去 單純只是他只是看風水了 因為他其實不太吸引這種 牛鬼蛇身的事情 我說沒關係 我就看風水就好 我看了看我發現這個小胖的位置 因為小胖的位階其實蠻高的 他那個辦公室大概200多坪 他是大概屬於第二第三高的 只是說他的業績其實都不錯 但是每次要伸上去的時候 就差一點點臨門一腳 已經這樣反覆已經大概五六四跑不掉 他就覺得很奇怪 甚至還被後面的晚輩給追上 他覺得他很努力很拚 為什麼會這樣照去看 小胖的位置其實OK 但沒有到很好 沒到特別不好 就奇門遁甲頸門第四名的門 他直屬的下限也是他員工 開會的位置所坐的位置也是OK 那個範圍也是在頸門跟金門之間 那其實其他複雜我不講都OK 那我想奇怪我就問他說 你這樣子按照奇門遁甲的格局來看 你應該是可以上去的 你跟我講還有什麼事情發生 你沒跟我講的 他才跟我說他的位置有人跳下去過 在他來之前有人從那邊跳下去過 我說好 那為什麼你不換位置 因為他們公司有名言規定 你今天每個位階 你能使用的例如說百頁窗 百頁板隔板 你是什麼位階 你就只能拿幾塊去當你的位置 換言之 位置非常有限 你不能隨便便動 因為公司很大 你就是只能坐到那邊 位置不能動嘛 那等於奇門遁甲局 你動不了那只能用什麼 法術符咒嘛 就在對的時程 是他的方位時間點 去燒這個符 如果你說白天很多員工在不方便 沒關係 凌晨也可以 先燒你位置上 再燒你一樓常常進宿大門 包含你員工常常進宿大門 你都要燒 這個符燒下去之後 做完之後 大概三個多月吧 也沒有升 沒有升上去 但是他原本 假設是20位 他20位直出他可以升上去 他那時候找我的時候是7位 可是3個月左右 他變成18才19萬 反正已經接近20位 還沒到 他就說明顯感受到好多了 也不會頭暈暈的昏昏沉沈 除此之外 黃濤他還針對這些部分 做出一點串的建議 希望接下來他們可以造這個建議 改善他們現在業績的問題 進去之後你有兩個門可以走 我說你盡量走左邊這個門 右邊這個門你盡量少走 再來是窗戶的部分用布簾 某一扇窗戶對它比較不好 用布簾把它遮住 當然如果有客戶來 你覺得採光不夠 你拉起來 但長時間如果就你一個人搬空的話 放下來不要開 後來小邦就照著黃濤的做法 南軌的部分確實就結束掉了 沒有再同居了 那他們加班的時候 也不太常碰到這種事情 公司的業績不能說馬上一標而上 但也是做了一個很明顯的轉變 也許你會認為 所以奇門遁甲是用來驅邪防軌的嗎 其實不全然是 我們來看第二則故事 也許你會認為 那幹嘛不乾脆找小胖來聊一聊 那很簡單 因為剛剛有提到 他是一個很大兼知名的金融公司 叫這個員工出來 直接講說他們公司之前 等一下要過馬路 小心喔 叫這個員工出來講 這個公司之前 有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 這個小胖的工作也很難保下來 所以他決定不露臉 由我來這邊跟大家聊一聊 當然這個部分的話 小胖他不能夠出來講 沒有關係 因為黃濤本身還有在用奇門遁甲 幫另外一件事情做處理 不過這一次就跟這個鬼怪無關了 純粹是用奇門遁甲來看 這個選房子到了 選哪一間來開店面會比較好 我們來直接找當事人瑞聊一聊 主要是要做居酒屋 日式居酒屋 對 日式差不多 那你看了幾間 為什麼最後選了這一間 那個時候前天後 大概看了將近快十間有 這麼多 對對對 都鎖定在台北市新北市 對對對 那為什麼後來你選定在市場 因為我請黃老師幫我看 因為每一間店的格局那些都不好 所以後來黃老師幫我選這一間 他是跟我說他用奇門遁甲下去看 因為他說 就是說以這個格局來講的話 就是這個房子最不好的地方 剛好在廁所 那所以那個地方就還OK這樣子 那剩下的地方像 他說因為我剛好有畫線 因為他剛好說這邊的話 過去那邊是最好的位置 這個格局裡面最好的位置 對對對 所以這邊有放收銀啊 廚房什麼東西的 哦就是居酒屋最主要的地方 對對對 就是開火跟收錢 剛好就在這個地方這樣會比較好 對對對 那還有說這個房子有哪些要特別注意嗎 就可能說這個涼的地方 就盡量不要 下面不要放 不要有客人坐在這邊 所以就是另外做別的用途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他因為我常聽黃老師講 那個什麼奇門遁甲 奇門遁甲 所以他有說這個門開的位置是好的 是算不錯 是算不錯 是算OK的 對對對 開得好 然後廁所是最不好 剛好在廁所 對對對 對對對沒有錯 沒有錯 霸台跟收銀的位置 欸黃老師我問你喔 好奇門遁甲我看過這些東西 它其實就是一個 可以在對的時間對的方位 然後去贏好的氣息 對貴氣財氣旺氣 同時間避掉就是不好的時間 不好的方位不好的氣 對避掉煞氣陰氣灰氣 所以我今天這個東西 在以前它是不是 不是一般人能選 對因為奇門遁甲在以前 稱為帝王術 帝王術顧名思義 只有帝王 及帝王身邊的宰相 才可以選 如果你今天這樣子 你有辦法 現在直接算出 我的才位嗎 欸 不能說是你個人才位 應該是說 我們車上的人 這個時間 像是未死嘛 對 我們往什麼方向 這個時程 往什麼方向 就是我們可以吸財氣的方向 所以我去那個財氣 往那個財氣的地方走 對 我可以撿到錢 撿到錢 我不確定 也許有可能 也許會很小錢 但我覺得太苦爛了 應該是說 我們這樣子 累積下來 不可能我今天走一個時程 我就撿到錢 或是我中大錢 不可能 東西都是要萬丈高樓平底起 慢慢吸這個財氣 貴氣旺氣 所以就至少往這方向是對的 對 你會感受到 真的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下來 你就會感受到好的事情 莫名其妙去交CAS 還是什麼之類的 真的啦 可是我很納悶喔 你怎麼知道我走的地方 跟時間是對的 課鷹 什麼是課鷹 課鷹就是說 上面可能會告訴你說 會有幾個鳥飛過去 有幾個男人 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幾個女人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有沒有老人拿拐杖 還是有鬍子 還是有狗在叫 還是消防車 救護車 像真兆 你看到就對了 對的 我剛剛已經量好了 你去那邊等課鷹就好了 你去那邊等課鷹就好了 有課鷹的話 我們就可以進去買才對 對 來喔你看看 綠色衣服的 不要說清歌 那邊這邊有一個 漆紅色的 馬上來了 不要鬧 不好笑 這邊寫啊 陰日啊 著青衣其次馬 唉唷 你有拍到嗎 沒有拍到 還有嗎 就這樣子嗎 還有呢 紙跟筆 這下來了 文書啊 就是刻印有出現三個 好吧 鳥這東西太容易看到 所以我們就算了 然後他是說 在這個方位 這個採訓行 去會有所謂的 吸財運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沒中 還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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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不死心的一清歌 來幫你逼 好 逼著 沒有呢 這個奇門盾甲小實驗 其實還是有一點玩票性質啦 因為就算在對的時間 對的方位 有那些刻印的出現 也不能表示說 馬上在那個地方 就有錢可以拿 如果真的那麼準 我不用做這條專題給你們 我自己拿來做實驗就好了 對不對 但是在剛剛的這個 整個一連串的刻印下面 其實還是有一些巧合 是現場馬上看到 確實讓人覺得 好像真有那麼一回事喔 好啦我是賴政凱 我是錯別字 我喜歡鬼話連篇 但我不服說八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不會吧 真的是這樣 我是錯別字賴政凱 靈異錯別字 現在有專屬的YT頻道了 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 網友投稿的各地鬼故事 都市傳說 還有找民俗老師 分享民俗觀點 以及找新聞圈 各地漂亮女主播跟我一起去鬼屋 沒有漂亮女主播嘛 不要亂講 就算是 不我 有 是